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修道的角度来讲 善因果是什么 还可以从清静道和解脱道不同的角度来讲善因和善果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 行善得快乐 造恶得痛苦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自己的每个行为都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每个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张白纸 是过去式的种子的因果和现在的行为加减和合体 因此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所欲为善 所不欲为恶 福祸无门 为人自招 那么从修行的角度来讲 善因果是什么呢 也就是所说的 要认真区分实不善和实善 实善就是善业 实不善就是恶业 他们不仅决定了我们受苦受乐 还决定我们是上天堂 还是下地狱 是三善道 还是三恶道 是享受天然的快乐 还是变牛变马 还仗受苦 那么这实不善业就包括不杀生 实善业包括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恶口 不两舌 不妄语 不觊语 不贪 嗔 不吃 那么这是实善业道 那这个实善业道 这实善业道不同的版本描述的都非常详细 那我在这个八文哉戒中也讲了很多 大家可以找其他资料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救护生命 不但不杀 还能忽视众生 第二个重点就是不失财产 不但不偷盗 还能不失解缘 上供下食 第三个不但不淫邪 更能清净的反省 第四个要说诚实话 不但不妄语 还能说诚实话 那么还要善言安慰 做利益语 那么这些内容大家可以有时间自己详细看一下 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有原始的戒律 大乘的戒律 出家的戒律 在家的菩萨戒等等 都是围绕着如何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那释迦牟尼佛在十善业道经中详细还说了十恶业受得业报和十善业得的功德 那么十善业会得很多的功德 这里也不讲了 大家可以翻翻手头的资料 看看我们做了十善 会有很多的这种善报等待着我们 它在我们现实来世 未来的某个时刻就会成熟 食不善业包括杀生 偷盗 邪淫 妄语 两舌恶口 寄语 贪嗔吃邪见 那你造了这十种恶业 那每一种恶业都对应着你自己的恶报 身体造杀生 不语取 邪淫三种 语言会有妄语 离语 粗语 寄语 四种 那么义就是贪心 忠识 邪见 所以说我们的身口义无时无刻都造业 有的是善业 有的是恶业 有的是不善不恶的业 那么这些业都是变成因 最后你都要是在这种善恶业 这种无穷无尽的种子海中 祈福 祈福 因果是非常厉害的 即使阿罗汉也要受制于英国 别人给他 哪怕释迦牟尼给的食物 那个食物都吃不到 这个阿罗汉饿死了 就是因为他前世没有积累福报 所以这是得到了饿死的果 但是他前世追求智慧 所以他今世呢 振作了阿罗汉的果位 这个英国是不思 一毫不思不爽的 佛在世时候 其实就这么多的公案 那么凡夫就更不可能避免英国的作用了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英国 他是非常厉害的 那这个无论修什么 一定要重视英国 这是对佛教徒最低的要求 也是最高的修行 一定要做英国取舍 不能认为我修好了 我随心所欲了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怎么谈得上学佛啊 根本不是学佛 那学佛好的人 他越是修得好 对英国看得越清楚 他就会越重视英国 所以的反过来 越会很威胁的英国 都会认真地去守 去做 那么这是对于我们学佛的一个 最低的英国的一个认识 那么在我们准提法网络佛学院的 终极班中呢 专门有这个佛学上的英国理论 我从那个角度来分享一下 就作为我们准提行者而言 我们更也要积极入室这个角度 做到信佛乐 我们也知道积极入室的两个角度 我们来如何去住 那么怎么去 作为准提行者 尤其是作为我们现代的居士而言 这就是社会供业中影响更大的情况下 那么怎么做到 入室的这个恶意人士 就是止热扬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其实高老师在我们的入学课程中 有两篇那个学习内容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是我们的准提地址的 那个人生观 还有就是准提理念 那么说准提理念里面说的非常清晰 信佛乐灭之奥 其实真正的信仰 那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作为一个准提弟子而言 就是真正的信佛母的愿力 信佛母能满足我们所有入室的善愿 这个角度而言 我们真正去修持准提法 去供养佛母护法 从这个角度而言 佛母都是会把我们的善愿满足 就像我去原谅法一样改变秘密 其实它是能做到关键的两个点 一个是信佛母的愿力 它去念准提中 积极修持准提法 同时的话 广极功德 广极功德来把握这些源起 这种成就改变了秘密 给自身和家人社会 创造更多的价值 那么作为我们准提行者而言 在入室的角度 那我们就按照准提地址的人生观 真正的去做 去把家庭 把我们的事业方方面面都作为道场 作为一个道场 都是准提佛母再次的一个道场 我们就是佛母的化身在线 我们要为家人社会 都树立一个良好的积极的入室的形象 就是我们要善良因果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家庭价值 多提升自己 从我们的自身的身口一三叶角度 反射我们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言行举止 真正的做到利益自身 利益他人 他们看到我们作为准提行者而言 是真正的可以给大家 给社会带来利益的 这就是我们一个菩提心的一个显现 真正的去践行佛母的愿力 要按照佛弦的十八愿 举入室愿行合一 方方面面 我们都要做得比别人更为优秀 更为积极 那么他们就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佛教徒 不同一个准提行者 我们是真正可以利益 自身和利益家人 利益社会的准提行者 佛法不离世间觉 我们真正的按照准提法的理念 系统修学系统的去修持人体重 提法的方向各种修法 积极供养 积极度人 我们真正的打造了一个美丽 健康 富饶和平的人间尽头 所以我们就是真正的把佛 人间作为了佛教的事业来做 真正的发起了一个菩提心 为自身 为家人 为社会 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那么未来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有缘 来修学这个地方 借行佛道 治理理他 这就真正做到了华业境界的光光护照 随喜站立他 听了少爷导师的智慧开始特别受益 那么从这过程中 我有发誓肺腑的一句话 更加就是特别受益吧 也特别深刻的影响 就是过程中 车老师说的 就是众生的愿力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每个人前世 前都往佛事造出了业 真是一种虚弥山一样的打 这个非常大 包括曹老师也分享 就是我们的业力 这是打的不可思议 那么同样 只有我们真正做到幸福愿 相信佛母和护法的力量 也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不可思议的佛法 不可思议的这种对峙力 这种大的缘起 才能对峙我们过去无时间以来的业力 那这个怎么成功做到呢 对象超老师说的 还是要发起菩提心 大的菩提心 学院在这边也做得非常好 就是我们先自立 先要利益自身 消除自身的业力 自身的福报 智慧 佛力壮修 同时的话 广积功德 学这些功德 福田非常珍贵 非常难得 广积福田 做到真正我们智力 同时就像 刘老师说的 我们要把家庭作为道场 我们亲人朋友 都是我们先要度化的永远 把他们都度化 让我们的家庭 这个家族的佛教 这一个非常立体的诗愿 就建立起来了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家庭财富 也是我们社会财富 佛教的财富 价值所在 然后未来我们的支持 孙孙的后代 他们都会得到 转提法的利益 佛法的利益 真正的去智力与他 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家庭方方面创造价值 那具体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医治 我们学院的大洪法团队 以致团顿的力量 个人修行 我们要做到念念之之 善养我们的念头之源 有不好的缘起 不好的念头 那时候要多忏悔 多反思 或是多羞耻 多供养 因为我们今生 还是有前世的业里的 缠绕 还会显现的 但是我们的菩提心越大 我们对学院的信心越大 对学院的系统 修学课程 系统的修法 信心越大 做得越好 这些工的福田 居住的信心越大 那未来 我们销售的业也会更快 那我们的福报 自然而然 就会挣扎得更快 智慧就会升起 那利益我们的家人 利益我们的 亲友朋友 自然也是非常轻松自在的 这就我们真正活在一个 虽然是共有的残酷 但是我们真正做到了 那个转让已经做到了 智力利他 打造一个人间的进度 好 我就分享这么多 还有刚老师的智慧开始 最后一句话 也是以此功德 来庆祝佛母的圣诞 在这个欢喜 佛母欢喜 龙跳护法 还有各位学员 所有的修学准题法的 师兄们 学员们欢喜的日子 以此做最后一个总结 回向给大家 祝大家福祉增长 所求如意 还有就是一句话 就是践行佛道 尤其是准题法道 我们以准题 佛母以学院 就幸佛院 灭招 以学院准题地址的人生观 以学院的准题理念 为入室的六度外形 来把我们的事业家庭 方方面 作为道场 来修持 来反思我们身口业业 来 在佛力的加持下 逐渐改变之神 改变我们的家人 朋友 致力 与他 广度有缘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